我们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人贩子拐卖儿童的事情 包括孙海洋一家 孙海洋和他的妻子一直在找他们的儿子 他们整整找了14年 其实仔细想来 人生都没有几个14年 所以人贩子真的可恨 好在孙海洋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儿子 其实这也是因为警方做得很好 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孙卓 孙海洋很感谢他们 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如果没有警察 他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哪里 过得怎么样 后来孙卓同意回到深圳上学 也就是他的亲生父母所在的地方 并不打算继续在山东读书了 要知道他在那里已经很稳定了 他所在的班级也非常不错 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孙海洋家里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14年了 孙海洋一家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 别人根本想象不到 这些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以至于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儿子站在他们面前时 孙海洋夫妇气不成声 他们紧紧抱住自己的儿子 孙海洋放声痛哭 他是多么想念自己的孩子 这是他的骨肉 可是这十多年 他们没有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作为父母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孩子 孙卓的母亲也是抱着自己的儿子 他不敢想象自己的孩子真的回来了 孙海洋边哭边说 自己的儿子竟然还真的还活着 这不是为了获得什么效果 是他作为一个父亲的真实感受 因为在找孩子的过程中 孙海洋都要放弃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很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不过他们在心里一直默默欺骗自己 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 现在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了 孙海洋当然又激动又震惊 孙海洋太清楚这14年他是怎么度过的 所以他紧紧拉着儿子的手 可以看出他真的很害怕 他怕自己放手之后 孙卓就又消失不见了 后来孙海洋带着自己的儿子回到了老家 在回来之前 老家的人也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大家都非常的激动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也表示恭喜 孙海洋夫妇找了这么多年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孩子 后来他们回来之后 家长的亲戚朋友也都非常热情 由衷地祝愿他们 毕竟一家人真的可以团聚了 后来孙海洋夫妇把他送回了山东 因为这些年孙卓就是在那里生活的 孙海洋夫妇希望看着孙卓的成长环境 因为这么多年 他们夫妻二人都是缺席的 根本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他们非常自责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一些 更何况孙卓才刚刚见到他们 可是他被拐卖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 根本记不得自己的亲生父母长什么样 所以一开始肯定是不习惯的 孙海洋也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孩子和自己更亲一些 不过有一点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就是孙卓的养父母对他非常好 把他当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 送他去读书 给他很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 孙卓也被他们培养得很好 学习成绩优异 不仅如此 他还非常懂事 从来不会给别人惹麻烦 但是他的亲生父母毕竟在深圳 所以孙海洋也希望孙卓能够回到深圳 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住在一起 这样大家还可以增进感情 更何况孙海洋的条件要更好一些 肯定可以给孙卓更好的教育 可是孙卓这一关比较难过 毕竟孙卓在这里生活了14年 而且他和他的养父母也有很深的感情 在没有知道真相之前 他没有怀疑过任何事情 他觉得自己就是养父母的亲生孩子 所以当真相摆在他面前时 他一时之间是接受不了了 也没那么快做决定 孙卓有很多顾虑 孙海洋作为他的父亲 也明白儿子心理考虑的问题 所以夫妻俩开始开导了他 孙卓也就没那么纠结了 而且这件事情已经浮出水面 养父母终究只是养父母 他们不可能像亲生父母那样 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可能还会对他有所提防 后来孙卓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之后 他决定回到自己爸爸妈妈身边 也就是说他愿意接受深圳的教育 来这里读书 这对孙海洋夫妇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毕竟他们期盼这一天 已经盼了很久 无数个夜晚他们都无法入睡 现在儿子已经被找到了 他们自然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陪在自己身边 一家人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团圆 而且他们也会弥补孙卓 毕竟作为父母 他们觉得自己亏欠了孩子很多 现在孙海洋正在联系 学校方面的事情 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这件事情已经在进行中了 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孙卓一定可以来深圳上学 而他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不过在孙海洋找到儿子之后 网上却传来这样一个消息 网上说 孙海洋夫妇重男轻女 这种说法令大家不解 后来孙卓的姐姐发布了一篇文章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重男轻女 孙卓的父母对孙卓这么好 对她的姐姐孙月也是一样的 都是自己的孩子 哪里会有什么区别呢 孙月现在正在国外留学 而且她还可以去各种地方 了解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 从孙月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 孙海洋对这个女儿也是极其宠爱的 不过仔细想想 也的确应该是这样 在孙卓没有被找到之前 孙海洋夫妇肯定会更加珍惜 他们的孩子 而且从孙月的文章中我们也明白 孙月真的是很爱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的确 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伟大的 孙月表示 如果自己可以重新活一次的话 她还想成为他们的女儿 孙月知道自己的弟弟被找到后 她非常开心 她的父亲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 她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表示很遗憾 没有办法回到家中见证到这一幕 不过他们已经视频通话了 在视频中 孙月一直在哭 孙卓也一直在安慰她 她觉得自己的弟弟很可爱 不仅如此 孙月的妈妈看到了女儿发布的这篇文章 她觉得很开心 也很温暖 而且孙月的文笔不错 逻辑也很清晰 孙月妈妈表示自己非常骄傲 其实说到这里 想必大家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那就是孙海洋一家真的是很温暖很有爱的 孙卓有这样的原生家庭 她应该感到幸福 后来孙卓的妈妈还组建了一个群聊 把家人都拉进去 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聊聊天 弥补十多年来的遗憾 后来有一次 孙卓妈妈分享了一个朋友圈 还没有想到孙卓还点了个赞 她觉得非常开心 有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也是最近一段时间 孙海洋接受采访 表示自己的儿子愿意回到深圳读书 大家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替孙海洋开心 自己的儿子终于回来了 不过网友依然有一个疑问 孙海洋的生意做得非常不错 可是这恰恰是不正常的 因为我们曾经看过许多报道 那些寻找自己家人的家庭 他们都花费了很多钱 其实孙海洋也是这样 不过有一点不同 孙海洋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孩子 他从来都没有放弃 但是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意 把生意做得非常好 不仅如此他还帮助许多家庭 这些家庭也都丢了孩子 他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让这些家庭可以尽快找到自己的孩子 孙海洋表示 这些年来他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孙卓 但是他也不会不管另外两个孩子 孙海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父亲 他把另外两个孩子教育得很好 两个孩子都非常懂事 姐姐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不错 后来还去了国外留学 孙海洋很为他们高兴 为了培养他的两个孩子 孙海洋夫妇来到深圳 一开始他们什么都没有 可是后来慢慢发展起来了 孙海洋的成功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他和他的妻子不停的打拼 后来手上的钱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不仅如此 他们还拥有了城里的户口 不过孙卓的养父母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了 他的养父母都是农民 家庭条件也非常一般 而且孙卓都已经18岁了 按理说应该参加高考了 可是他现在还是在读高一 而且孙卓从来没有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 网友在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表示非常的心疼 觉得孙卓是一个很可怜的孩子 明明自己的父母经济状况很好 他应该得到更好的教育 但是却因为被拐 导致他失去了很多 如果孙卓没有被拐走的话 他一定是一个乐观可爱的孩子 会在自己亲生父母的呵护下长大 成为一名出色的高三生 未来还很有可能考上不错的大学 现在孙卓终于愿意回到自己亲生父母身边了 孙卓的父母非常高兴 特别是孙卓的妈妈 我们应该体谅一个做母亲的心 他们真的愿意为自己的孩子付出一切 甚至是生命 亲生父母会这样 但是养父母却不一定会这样 他们对孙卓的确很好 但终究不是亲生父母 更何况他们也助长了拐卖儿童的风气 其实也是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的 不管怎样 希望孙卓回来之后可以好好读书和家人团聚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关于孙卓的这件事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精彩内容